嗯 好 然後另外一位坑主是A4 大松裡面其實也有提案過 那後來決定把這個專案 就是定位在它是一個遊戲開發 那關鍵之事就是 我們本身是生物背景 那也是生態調查者 同時也關注五流浪貓狗的意義 我們說到的是呢 希望可以讓研究人員相關的一個分析 然後也是希望可以身邊浪浪的一個軌跡 那這個遊戲剛剛有提過 是那初期會以浪貓 一開始會浪貓 在試情況看要不要推廣到其他的 就是浪狗之類的 那在這邊的話 那希望未來是可以讓全台灣的大眾 都可以去做事 能有包含使用者註冊 然後迷霧頭位 還有分佈地圖的呈現跟照片上 屬率就是可以加上可能浪貓的故事的一些功能 那就是可能就是下一個階段 那我們中間有跟露沙社討論 所以就是如果後續真的有收集到浪貓的資料了 好觀點就分析 那未來如果這些目前正在運作那個TBR入口網 然後那我們原本討論的功能有浪 但這部分就是有在跟浪圖討論 那未來有這部分的功能的需求 我們就是會是就是 不會直接加在我們的這個遊戲的上面 除了浪圖之外也可以和 也可以和其他NGO獲得合作 那這邊是我們的願景 我們希望好孩子都最適合他們的家 那今天邀請有相關的遊戲史作開放 可以跟我們一起參與討論 那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遊戲的就是相關的一些設置 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一起加入我們遊戲 曾經跟我們討論過的大家 然後還有可以到就是Levy的這個Cat的這個圈 就是跟Turl 那就是等等 那歡迎大家今天跟我們一起聊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所以她的Cat Channel就是HashCat Cat 那剛才這個應該是 一隻Cheryl的貓咪用人類的變身器來 跟我們分享這次的專案 非常有印象 所以客 好 那下一個